Google 大家好,歡迎來到WindyTV的頻道,我是Windy 今天又是法文教學主題囉! 之前教過大家關於如何講一些水果的法文 那蔬果的果講過了,今天就講書囉!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的法文是 10個法國常見的蔬菜單字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囉! 第一個 如果上過法國餐廳的拍門應該就很難知道 四季豆常常成為他們主餐的配菜之一 第一,法文是 Oiño 因為它是OiG NOL 我一直給它是Oi 不是喔 不是Oi喔 是O Oiño Oiño 第四個 綠花椰菜 法文是 BROGOLI BROGOLI 第五個 其實我自己本身沒有很常買這個蔬菜 但是它確實蠻常出現在法國的超市裡的 BROGOLI BROGOLI 第六個 這也是史丹布爾時代特價的一個蔬菜 中文是黃瓜 那法文就是 BROG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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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BROGOLI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蔬菜跟黃瓜長得很像 我之前一直把這兩個搞混 它就叫做櫛瓜 或者是說西葫蘆 那法文是 BROG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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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個 做蔬菜沙拉的熱門選擇之一 中文叫做窩子 法文叫做 BROG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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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法文的U念U嘛 它不是念BROGOLI 是念BROGOLI BROG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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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個 也是法國很容易成為特價蔬菜之一的 中文叫做青椒 法文就是 BROG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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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一個 之前我在做鹹派 在法國繼續做鹹派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的一個蔬菜 中文叫做 大蔥 那法文是 BROG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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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今天就交到這裡囉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蔬菜 但以上這十種蔬菜呢 真的都是在法國超市 非常容易見到的 那其他的蔬菜呢 就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紹囉 喜歡這個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給我一個喜歡 然後把影片分享出去 還沒有加入WINTV的記得訂閱 然後訂閱旁邊的鈴鐺 可以給它按一下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次的影片囉 那我們就很快的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